這個照片欣賞我有四個page 那如果說我們第一個page一進來的話就是這一張 對不對 然後再放下一個就是第二張 第三張第三 不過在手機裡面 剛有同學說用播的比較快 不過播要寫程式 如果不想用播的話你可以用一個方式方法 就是說 最簡單的部分就是 我做一個這個最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照片欣賞對不對 一進來的話是第一張 對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加什麼 Nesser Nesser 有沒有 一直Nesser 然後一直循環 你要back back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其實也在達到一定的效果 你要按 按那個 小圖 我想現在大家一看到圖就知道 按這裡就知道了 如果播不能播的話 那當然就用這個方法 OK 那也可以 也可以欣賞上面的那個 不過在插入的時候 其實這個葉尾好像可以不需要 可以把葉尾給拿掉 那沒關係 如果有的話 你不然葉尾就通通弄好了 全部都弄也可以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 我想 重點再提示一下 因為沒什麼太多時間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做法上面第一個 一樣 在底下插入頁面 所以插入頁面的部分的話 我在這個 沒做 在底下 我想你就找到body body有沒有 上面 插入第一個頁面 頁面名稱叫做 page 2-1 好了 2-1 就是 我是定義成 第二張照片 上面那個2的話 是第一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按確定 看要不要葉尾 不然就不要葉尾 好了 如果加也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 第二張照片的話 名稱自己打 打個02好了 那裡面的圖的話 就是內容的這個地方 清掉 然後把它拖拉第2張圖 第2張圖就是 保麗藍的這個 image 裡面的02 這一張 然後按確定 那大小的話 太大張 所以點它一下 底下 這個把它 那個 鎖起來 然後寬度大概320 那鎖起來就是 寬高比會一次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剛好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2 原來的相片欣賞這邊的話 把內容刪掉 然後放第1張圖 照片欣賞這個地方 這個是1 然後大小一樣 就把它改成什麼 這張圖點一下 然後這邊改成 320 記得把它鎖起來 這樣寬高比 才會不會跑掉 這是1 然後底下那個是2 那按鈕怎麼加上去的呢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不是有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基本上 記得就是 這個方法 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第一個請各位點一下 上面的這個標題 標題的部分會出現在這裡 相片欣賞 請你找到 斜線 H1的 右邊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點這個標題一下 但是呢 不是直接在這邊 是在 這一邊的 右邊這裡 右邊這裡 做什麼事情呢 做那個按鈕 就是 先做 back 先做那個 回去的那一個 所以 回去的那一個就是 插入什麼呢 一樣插入 常用裡面的插入 插連結 插連結的文字 用back好了 然後連結的話 連結到哪裡呢 我們回去那個是 Page 總共我們是 2-3 因為第一個是Page2 再來是Page1 1-2-3 OK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 記得就是說 在這邊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超連結裡面 這超連結會出現 這超連結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DataRow裡面 改一下 改一個 DataRow也是 Button 它是一個按鈕 那它的 Icon的部分給它 我們Icon的部分 給它 這個叫什麼 這個 箭頭 向右這個 這個圖示的話 箭頭 DataR 是向右的意思 向右 OK 我們把根正壓一下 應該向左 向左 所以 插入一個超連結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 Button 然後再加一個 Icon 向左的Icon 然後 什麼呢 沒有文字 Notice 有印象嗎 加那個Home 好像一樣的方法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一個 在這個地方 把它瀏覽器中預覽一下 Safe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篇欣賞 有沒有一個 出來了 對不對 那向右 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 剛剛的動作都一模一樣 點這邊一下 看一下 在這裡 一樣的位置 然後 直接怎麼樣 或者有個偷懶的方法 如果你將來看得懂這個 就是 超連結是 ahref 到斜線A 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過來 改一個什麼呢 改一下 乾脆直接來 再插入超連結 再做一次 插入超連結 NAS 然後連結到哪裡呢 下一張的話是 Page 2 底線 2 底線1 原來那一張 然後底線1 底線2 底線3 再來Page2 底線1 Ease類推 一個循環 按確定 那做哪些事情呢 一樣的方法 這邊點一下 NAS的地方 把它點一下 NAS 然後 再來就是 一樣 1 DataRaw 改成Button 2 把 Icon 改成向右的 向右是這個 然後 No Test 沒有文字 OK 一樣的方法 把它 瀏覽器中 預覽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出來了 按NAS就會出來了 NAS NAS 那其實 當然如果你每一張上面都要做的話很花時間 我建議各位可以 看懂這個 一定是在H1的 這個標題的右邊會出現這一串 有沒有 請你可以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哪裡去呢 貼到 這個的右邊 點一下02 02的 右邊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只要改什麼呢 這個下面一個是什麼 上面一個是 要回到 這個頁面 2 然後 只是超連結改一下 這是22 下一個是22 一個是 上一個是下 我想要了解這個意思吧 這樣做出來的話 最後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就是這樣 把最後結果秀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剛剛各位看的 第一個 按下一個 它就跳這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然後再到這個的話 它又回去哪裡了 回去第1章 對不對 回去第1章 OK 它又一直循環 應該不會沒有問題 如果你在手機上也是這樣看 所以將來你可以把相簿怎麼樣 放在App裡面 然後呢 傳給 你想要 傳給的人 你可以分享給他 OK 就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